我知道有些人已经看过影片的内容 但为了保留巡演的完整性 看过的人请克制自己 不要露出不耐烦的表情 或发出嘖嘖声 事情总有一些变化 但总有一些没变的 周面还是奇遇老师 通讯软体的头像也是奇遇老师 好像从去年开始 日子突然过得很忙很忙 料理下厨这种日常 变成很遥远的梦想 经常就是肚子饿了 匆忙在便利商店买东西吃 根据饮食礼仪和时间考量 我最常吃的是糖心蛋损饭 因为可以单手迅速止饿 接着是烤鸡蔬菜卷 但这就得用到双手 然后不要怀疑 我真的会在路上啃香草烤鸡腿 最近莫名的有点喜欢蒸蛋汤 我最爱的便利商店食物是香烤三角骨 是少数我觉得很疗愈 有灵魂的便利商店食品 自从某次同志热线直播之后 突然间大家都知道我爱吃肉干 我心目中的肉干至尊是迪化街的江济华龙 超爱有嚼劲的肉质 不过感觉可能会练出咬合鸡 非力肉干真的好吃哭 为了要训练自己成为尊敬顶级肉干的美好人士 逢年过节才会买 生怕自己过太爽 另外南门市场的金龙肉干也很诱人 总而言之我爱肉干 忙起来最气的就是没有时间看电影 近期根本只看了昆丁的《从前有个好莱坞》和《小丑》 脑中却突然没来由地闪过几部心头好跟大家分享 分别是《恶业追杀令》 还有《老师不是人》 马丁史科西斯的《计程车司机》 以及韩国电影《绿头苍蝇》 看了有助于预防被人生击倒 今年收到过最棒的礼物 就是鬼娃娃的《鬼电格雷迪双胞胎》 谢谢Pinky和谭道 让我一口气收到两对格雷迪双胞胎 想到还可以让他们互相对话 天哪真是太诡异太可爱了 每天拉捷运和计程车的过程 都还是在听音乐的 发现playlist乱糟糟 不想勉强推荐 想想人生中其实累积了不少中毒歌单 所谓中毒就是着模偏执式的认定 全世界就只能听这首歌 24小时连续播放个没完没了 一下子想到的有这些 其实Jeff Buckley的还有很多很多 Nick Cave的Do You Love Me? Cornelius的Drop Romstan的Do Hust The Stooges No Fun Nine Cheneals的Hurt Uncle Feature Radiohead主唱的Rabbit in Your Headlights Falco的Rock Me Amadeus Nicollet的No Government DJ Shadow Nobody Speak 功课机动队2的傀儡谣 版本容易的And Data 说到这里 当然人生还是有美好的事 在这段时间被留存 比如说我和版本教授的定情照 其余老师的连续普通拳 让我面对专辑制作 顺利升级成为超厉害的普通人 这个Camillo Martis的作品 Take a Selfie, Fake Life 给了这张专辑一些灵感 想跟你们分享 然后趁这个机会 介绍一下Juvenile A这个团体 这张图就是任务小组的取名由来 A的意思就是Aquila 阿基拉的A 左边是原作中 唯一出现Juvenile A字样的图 那右边是原作中 唯一所有成员都同时出现的画面 工作人员有阿基拉米 帮忙把他们的姓名都标上去了 超贴心 于是全世界的尖端学者都到齐了 另外补充一段 后来西蒙斯博士 独自到新东京田也调查 Juvenile A所在的航空母舰 受到攻击 两名成员死亡 阿基拉事件结束之后 他们到新东京找寻 西蒙斯博士的下落 终于找到 啊 看起来觉得有点浮啊 我不是喜欢交朋友的人 但是这两年 认识了一些 有点意思的新朋友 像是吹音乐的阿亨 喝醉香在卖萌的米其林 还有相见恨晚的剃刀奖 他是第一个 看出我有嘻哈魂的音乐人 他说只要哪天我想饶蛇 一定帮我做专辑 冲着这句话 我立志要成为 史上最高端性冷淡的饶蛇歌手 还有大象体操的凯婷 凯翔 剧场制作人鬼子 感觉跟他聊天后 我的智能就会升级 我要在这里先感谢工作人员 不然你们都会不专心看 我一边念 一样拜托你们 给辛苦的工作人员 热烈掌声哦 我要谢谢贴心的 外场异想设计Andy 让我能够专心好好演出 谢谢今天负责那一场的廖振杰 谢谢灯光设计小美 你让我们知道 能照亮世界的 不仅仅是光 谢谢我们的老朋友 导演张博志 谢谢视觉统筹谈宗帆 如果没有你 许多美好的想法 都会无法完整实现 也谢谢你的成功救援 阻止吹毛求疵的 我和工作人员吵架 要特别感谢影像设计的QP 我们台北欧洲 这样隔空合作了很多作品 今天他终于来到演唱会现场 谢谢QFX 谢谢小B除了专辑之外 还帮我们设计了 这次巡演的周边商品 谢谢摄影组的小夏 外表是少女 内心是省钱大叔的小夏 一直以来包山包海的 帮了超多忙 谢谢巡演经理Joyce的 体贴和细心 谢谢网路行销周三渝 还要谢谢所有 我没有念到名字的工作人员 我记不住名字 又有严重的脸盲症 加上不好意思装手 所以请你们不要介意 收下我的爱心 乐手等一下在台上 好好介绍 去年协助的金音奖的执行 希望能让更多原创音乐人的作品 更正式地被听见看到 今年有马莎接棒主席 从金音直播揭晓入围的咆哮画面 就可以感受到主席爱之深则之切 今年担任金曲三十的主席 虽然使得新专辑的制作过程不断延宕 还是期许音乐人能为音乐环境 带来新的启发 记得当年透过媒体访问得知 第十六届金曲奖我所拿下的是 第一位由女性音乐人得到的 最佳专辑制作人奖项 很高兴后来有越来越多 女性音乐人受到肯定 而同一年 我在典礼尾声 得到了最佳国语流行音乐 演唱专辑的大奖 你们知道吗 那是我目前为止的人生中 得到最多虚声的一个夜晚 那个感觉不难受 但是很难忘 当今年累月的锻炼成为一部作品 当有些人愿意给予肯定 我觉得这样可能还不够 我还想努力让时代走得更快一点 让更多美好的音乐 得到他们应得的掌声 由于这次巡演的曲目和视觉 在许多场次无法完整呈现 有了回台北追加场的念头 在2020盛大的开场之后 感谢这个时代 感谢今晚的自由愉快 一如往常 还是把这个夜晚当成最后一次演出 赵冠丽这时候要送你们一句话 Prove them wrong 别人认为不可能 不相信的事 不表示你做不到 希望大家都能从怀疑中思考 证明他们是错的 如果你相信自己 时间会给予你想要的答案 还好今晚有你们 我是陈珊妮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